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北达高南下81公里 关西路段发生了死亡车祸 一辆工程车遭到拖板车撞击 一名55岁的工人被抛了出去10多公尺 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 另外拖板车与工程车驾驶的宋祖北东元医院急救 初步排除酒驾 好 告诉你的是台北市长开启的连顺文 因为周一寇在政论节目中指他曾经到大陆 帮胖达人面包店站台提告求偿500万元及登报道歉 台北地医院下午开庭周一寇承认一时口误 连声文虽然在台湾有帮胖达人站台但没有去大陆 他愿意收回在大陆也有这句话 而连声文律师则是当庭撤回告诉 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修正案今天三读通过 未来业者大量解雇劳工必须要60天前提交解雇计划书 否则最高可发50万 而适用的范围包括了500人以上的单一场区 若60天内解雇超过了五分之一劳工 或是单日超过了80人 还有连锁服务业60天内解雇200人 或是单日超过100人就需纳入法令的规范 被称为红警天桥款 立法院下午三读通过了强制执行 把纠正案将凶宅列为法拍物 需要明确揭露事项 未来法院查封不动产时 笔录要载迷相关资讯 像是海沙屋 辐射屋 漏水 或是建筑物内有非自然死亡都算在内 好 但关心的是 经济部今天公布了4月的外销统计 金额是388.7亿美元 以3月增加了2.4% 也比去年同月成长了8.9% 累计今年1到4月外销订单1436.2亿美金 年增率是4.3% 经济部表示 减持4月外销订单表现 除了机密仪器 负成长外 其他主要接单的货品都是正成长 日本廉价航空乐陶今天宣布 因为驾驶不够担心一项飞行品质 所以将会取消7、8月 共800就是四驾式的航班 我是凯琳 感谢您的收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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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